欢迎来到美厅 世界的八个扎心真相,越早知道越好 成年人的世界,犹如一张错综复杂的网 很多事情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实际上却都暗藏铁律 迷茫的人四处碰壁,通透的人如鱼得水 道圣和夫先生说过,搞懂人性,人人都能成为经营大师 误透一些人性规则,人际关系会越来越好,生活也会越走越顺 一,不怕此时此刻的讨厌嫌弃,就怕无时无刻的笑脸相迎 俗话说,不怕君子动怒,只怕小人漏笑 有些人,心直口快,对你冷脸相待,让你很不舒服 但他们大多没什么心计,坦坦荡荡,情绪都写在脸上 有些人,总是恭维客套,看起来友善热情,让你心花怒放 但他们喜怒不形于色,心思缜密,往往笑里藏刀,让人猝不及防 鬼谷子曰,其貌取媚,其言语巧,是其见物者,不可深交 虚伪的人,懂得如何取悦他人,做事没有原则,趋利性很强 遇到这种人,切不可被表象迷惑,一定要警惕三分 二,你有钱,周围全部是笑脸,你有钱,耳边全是甜言,你没钱,个个都不拿你当人看 不知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有的人平时跟你关系不错,可当你遇到困难,他却袖手旁观 有的人跟你观点一致,可当你跟别人产生分歧,他立刻站到你的对立面 莫言有句话说得扎心 你和任何人的关系,并不取决于你对他有多好,而是取决于你的强弱和手上的筹码 强弱决定地位,实力决定关系,你是什么橙色,别人就会给你什么脸色 春风得意时,门庭弱势,听到的都是阿谀奉承 身陷低谷时,人人厌弃,对你唯恐避之而不及 人与人交往的本质,实际是价值的交换 你的价值,就是最好的人脉 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明确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的位置 不必刻意维系人际关系,只需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 三,不要相信时间会改变一个人,时间只能让一个人变老,不一定能让一个人变好 网上有个热门话题,时间会改变一个人吗? 有个回答让我印象深刻,人的本质并不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只是对事物的感知不断变化 放眼生命的长河,所有事物都显得微乎其微,时间可以淡化一切,人也显得愈发成熟淡然 但改变不了的是骨子里的本性 真正能改变一个人的,只有撞过的南墙,经历的苦难 都说三岁看老,本性难以 不要对明知不可为的人抱有期待,随着时间流逝,它不会变好,只会变老 四,承诺别人的事一定要做到,做不到不要轻易承诺,以免给人不靠谱的印象 人生在世,谁都喜欢跟守信的人相处 讲信用的人,从不轻易承诺,一旦承诺了,肯定言出必行 作家李思源讲过一个故事 有个熟人经常抱怨领导偏心 他主导的方案,领导让别人来讲,晋升机会也给了别人 你一定着急替他暴打不平,却不知事出有因 领导让他写份报告,他当场打包票 可到最后,要么数据不真实,要么超出限期好几天 承诺很漂亮,结果很难堪 正所谓,懦不清许,故我不负人 对于别人的请求,不能信口开河 不然会给自己增添压力和负担,也会抹杀别人的期待和信任 不轻易承诺,为自己留一些余地和退路 由诺必见,方可赢得更多的尊重和支持 5.对生活中的温水保持警惕,才不会被社会高温吞噬 世上没有所谓的铁饭碗,太过舒适的生活,往往就是最大的陷阱 据麦肯锡预测,到2030年,全球最高达50%的工作可以被机器人取代 在极具变革的时代,越追求安稳,越不得安宁 有些岗位,你已经驾轻就熟,但并不是离了你不行 有些职业,现在风光无限,几年后可能烟消云散 唯有居安思危,主动打破舒适圈,不断自我更新 才不会被社会高温吞噬,把危机变成转机 六,有些东西出生没有,这辈子都很难拥有了 不要处处和别人比较,过好自己的生活 成功学大师卡奈基说 生活中的许多烦恼,都源于盲目地和别人攀比 而忘了享受自己的生活 很多人习惯跟别人比较,比家庭,比事业,比优越感 结果越比越焦虑,越比较越痛苦 殊不知,你向往的生活真的未必适合你 有些人一出生,就拥有了你奋斗一辈子也够不到的东西 可他们虽然表面风光,背后却有你无法承受的重量 就像围墙里的狗,一时无忧,但是一生都得低头 巷子里的猫来去自由,但是终身没有归宿 生活各有悲欢,你在羡慕别人的同时,别人也在仰望着你 与其在攀比苛求的路上迷失自己 不如给生活留一点缺口,用来喘息 不和别人比,知足一点,就会快乐一点 活出真正的自我,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才是最美的姿态 七,对方开始改变的时候,你最好也改变,而不是控制对方不让他改变 电影《重庆森林》里有段经典台词,其实了解一个人并不代表什么 人是会变的,今天他喜欢凤梨,明天他可以喜欢别的 在乎一个人时,总奢望感情能够永恒 可这世上,茶会凉,花会谢,四季有轮回,物品会过期 还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呢? 人亦如此,心随境迁,经历的事情多了,很多时候身不由己 即使喜欢清静,偶尔也向往热闹,总想热情洋溢,偏偏又冷若冰霜 细微的改变,也会在感情中形成无法跨越的鸿沟 当你诧异于对方的变化时,不要在原地徘徊,也不要试图阻止他 所有关系就像拼图,只有相互契合,才会达到最完美的平衡状态 要么紧跟步伐,保持节奏一致,要么大胆筛选,别怕疏远走散 在人生这趟旅途中,把时间和真心交付给最匹配的人,才不需此行 八,与同事的交流当中,始终保留百分之三十 大家都是出来混饭吃,只有你出来交朋友 职场中,很多人想跟同事做朋友,来抱团取暖 但大多数人都是为了利益而走到一起的,关系敏感而微妙 很难建立起纯粹的友谊,太过于坦诚,就有可能祸从口出 成为将来别人攻击你的把柄 和同事走得太近,无疑是一场灾难 社会渗透理论指出,互动中的言行符合当下关系的远近程度时 才让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产生信任感 与同事交流时,话说气氛就好 可以聊生活,但不要聊家庭 可以谈喜好,但不要谈三观 保持亲密有见的距离,平等,尊重,恰到好处的关怀和帮助 双方才能长期和睦地相处 最好的关系不是朋友而是盟友 势均力敌才是所有人际关系的支点 有句话说,成年人的世界不看对错,只看利弊 人生不易,责任和压力与日俱增 很多事情让人一筹莫展 但任何问题都不是唯一答案 权衡利弊,只是我们对人生负责的一种态度 只为躲坑避险,少走一些弯路 当你了解的人性越多,看得越透彻 愿你修炼驾驭人性的能力,解决不必要的烦恼 成为一个真正的智者 订阅美听,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